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3年1月23日 今天是星期一 今天是大年初二 繼續祝大家新年快樂 繼續希望大家新年進步 身體健康 身體健康很重要 亦都希望大家 香港人今年賺多點錢 累積資本 累積財富都是一個 對抗 因為這是未來的本錢 希望大家今年 一定要進步 我們今年希望做得比上年多 這個是每年的願望 這節要繼續跟大家說 中國大陸央視的春晚 這個春晚 有非常之多令人爭議的地方 最好笑是這個節目本來在國內是相當之 受歡迎 春節聯歡晚會 簡稱春晚 據說 在北方 收視都上環算可以 在南方已經有大量的人 是霸體 不會再看 這個 是中央電視台 的春晚 這邊廂 有越來越多人 唾棄這個春晚 那邊廂 還有大量的明星 搶著 要在春晚演出 這個世界就是這麼矛盾的 我們有時 在這個矛盾的世界裏面 要掌握一下自己的位置 有些時候 可能那個潮流是這樣的 有些時候 你可能真的在走 相反方向也不行 但是最重要 想清楚自己的目標 在哪裏 難得來到農曆新年 更加要說這件事 希望大家不要迷失了 不要忘記了 自己想去的 目的地在哪裏 目標 以及初心在哪裏 今天也有人統計過春晚的政治氣氛 開始下降 我們一起和大家研究 好 繼續說之前 請大家繼續支持六部曲 記得節目按like 用社交媒體share我們的節目 繼續建設性留言 痛擊五毛 痛擊藍絲 繼續開Google戶口 訂閱我們的頻道 升旗易得道 星期二日報 還有後備頻道 星期二新聞集團 我們繼續誠意邀請聽眾 經濟能力許可的你 希望你訂閱Patreon 支持我們 同一時間 希望大家繼續運用免費模式支持我們 請打開我們的節目清單 欣賞播放 手動點擊 加毛眼屋大發 年初二 我們繼續和大家送上最新最快的時事 希望大家繼續熱烈支持 好 這節要講講就是 有五個台灣藝人 就是被 這個央視的春晚 將他們標記了 標記了做中國台灣 這次 春晚 看不到蕭敬騰 看不到歐陽娜娜 待會再講歐陽娜娜 這個就是央視的年度重頭戲 好像這個 無線以前 做台慶 或者是做歡樂滿東華 有大量的演藝人 是爭著一定要出鏡 今年收視相當之麻煩 但是 中國內地人民 在唾棄這個節目的同時 有一些 台灣的藝人 拼命 要 走入這個 春晚的舞台裏面 有甚麼台灣藝人呢 有蘇有朋 有這個叫做賴多利 幾個 台灣藝人 就是被人標示做中國台灣 所以有些時候 有人薄老命 為了自由而奮鬥 有些人 積極 預備抵抗中國大陸的侵略 中國大陸 繼續 就是等待時機 隨時攻擊台灣 都有人 是薄盡全力 為事業發展 那就是要走上去這個中共的舞台上面 所以大家 你有時不要忘記 這個世界是有矛盾的 人與人之間是有矛盾的 你要別人站在你那邊 是不可能的事 你想 又沒有矛盾 又可以成事 是不可能的 各位 如果 你想光復香港 如果你要 去實踐你香港人的身份 你知道一定有很多人是反對你 你要認清這個事實 你預算了 有人一定跟你做相反的事 如果你每一次 都只是想 其他人 支持你 這樣你做不到的 不僅做不到 你只會更加不開心 所以為甚麼叫大家想清楚 實際上你採取甚麼行動 都不是所有 好像站在你那邊的人會贊同你每一個行動 如果你真的每一次 都要回去 打開社交媒體 看看別人 支持你 你才決定做不做一件事的話 這樣 很容易被人瓦解 其實 因為也是那句嘛 人家經常說我們有14億人 14億人民做後盾 他要用數量蓋過你 有多麼困難呢 如果人少 如果人數少就不應該立國 台灣不應該立國 以色列不應該立國 新加坡不應該立國 立陶宛也不應該立國 好了 有人拼命要擠身這個春晚 也有人說錯一句說話就被踢出 這個藝人叫做歐陽娜娜 本來呢 就在大陸做得很好 但是最近因為這個農曆新年 說錯了一句說話 最近 又有大量的這些鬥爭 這個就叫做Chinese New Year 歐陽娜娜在網上寫這個Happy New Year 結果引來大量的五毛就圍攻 質疑他為甚麼是Happy New Year 是Chinese New Year 你漏了Chinese 然後有很多人質疑他 到底你是甚麼居心 明明是 明明是 中國新年 Chinese New Year 我也不知道怎麼譯好了 應該叫回農曆的嘛 中國新年 寫甚麼英文呢 其實這個問題我早就問了 大大力糾正人家LUNA的字 說要寫Chinese 居心頗差 中國大陸這個叫做春節 你應該連 Liu Year也要寫了嘛 寫春節 新年也不對 還有 寫甚麼英文呢 要寫中文 叫掌官 這個不是我說的 這個是李燦森說的嘛 是吧 這裡 是中國來的嘛 要寫甚麼英文呢 Liu Year也不能寫 Happy也不能寫 你們有排飯了 按這個標準 你們有排飯 我們就沒有你那麼有空了 我們中英文也用的 這班藝人被包圍是活該的 有時包圍他這些人 你說是不是真的是小粉紅呢 真的不知道 可能 很多 可能參與白紙革命的人 忍不住 因為 其實這班人很清楚 我扮不扮五毛去圍攻他們 跟我的立場沒有關係的 但是你 是值得被人圍攻的嘛 你回來 你也不是說政治的嘛 你來拿銀子而已嘛 最重要是 所以有一大群這樣的人 是不是真的值得你支持呢 大家想一下就知道 偶像明星是什麼 偶像明星 就是一個特意塑造的形象 讓你去買他的產品 其實就是產品代言人 隨著這個中國大陸 對 習近平的不滿 對中央政府的不滿 連這個央視 的 春晚 春晚一直都是被國內人認為是對政權歌功仲德 所以 今年春晚的收視 變得非常之低 這個跟國內人開始唾棄 這個節目是有直接關係的 而且全中國大陸大爆發的疫情 雖然你說還有很多人沒事而已 但是走了的人真的很多 這個時候 我還要打開電視機 聽你在這裏 唱紅打黑 聽你在這裏犯暗風 聽你在這裏歌功仲德 哪有心機聽 也有內地網民發言 說今年的春晚節目 就是沒有提到習近平 幾乎 那麼多年來 第一次 提到習近平的次數 幾乎是到結尾的時候 才提了一次那麼大把 政治表態的濃度最低 有人說因為經濟太差 人又死得多 還想靠個春晚 來維穩 還想 幫自己歌功仲德 恐怕只會有反作用 所以 這次的春晚 就只是膽敢提習近平一次而已 其實證明 習近平這個名字 已經是相當之引人討厭的了 所以這件事是好事來的 雖然 一時間中國大陸 距離要反抗也還有一段時間 但是 獨裁者會倒下 就是在於他在人民 心目中有多麼惹人討厭 所以這件事還是有機會發生 所以 第一次 春晚 是一次很好的民調 我們經常都說這個時候才壓重 去中國大陸 實際上是水味中的水味 火棒中的火棒 你就去接火棒 其實 其實 到最後 你被人清算的機會就更高 過去香港 那10年 親政府的人士 好像就是撈到盆滿撥滿 使得很多人也有所動搖 但是 最近這三年 你算一下到底他們損失了多少 過去找了找 全部毆突 只是計算經濟損失 前十年 找了找了 不夠這三年 大量的企業要結業 大量的生業要倒閉 還有大量的人 破產 還有人要跳樓 所以請大家記得 我們正在跑長跑 最重要是銀力 我們這一節跟大家暫時說到這裏 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我們 在黑池 有了三個酒店 為剛剛來英國的朋友提供一個 暫住的服務 因為來到英國 租屋是最大的問題 我們的黑池酒店 租金相宜 最便宜的房子是300磅 也有些比較大的家庭房 今天我們只是收一個月的按金 以及一個月的租金 如果你住一個月 你住滿一個月就可以拿回按金 很多朋友 來到我們這裏居住也覺得很方便 我們 已經在這年紀裏面接近180個家庭 所以 也是有很多人的選擇 我們也有旅遊的包車 也有機場的接送服務 大家可以向我們的 合作社查詢 VPN贊助我們的頻道 由於它會更改你的IP地址 並通過加密的通道 所以 PIA對你的Internet的服務供應商 網絡管理員 政府審查員 是隱藏了你online的活動 即是說 政府是沒有辦法追蹤到你 看過甚麼網站 當你聽升旗易得道 可能也會經 犯國安法的時候 我認為 裝了VPN對你可能也會有保障 尤其是怕封網 尤其是YouTube上不了 透過VPN應該可以跳過香港的地區限制 VPN本來也是這樣用的 我們現在就是向大家推介PIA 因為他做了贊助 我們現在就是 我們現在就是 用本台的連結 有Discount 這也是我們其中一個法定廣告 所以張誠偉 我們也會把這條廣告放進去 多謝大家支持 希望大家支持 拜拜 拜拜